台中市警方執行的時候 發現一部小貨車的副駕駛座乘客 沒有寫好安全帶 又聞到了濃濃的酒味 請他下車坐酒側 沒想到這名男子突然拔腿狂奔 這時候有熱心的民眾 立刻靜意勇為 伸出一腳阻止 警力隨即上前制服 男子下車假裝配合下一秒 立刻拔腿狂奔 遠景邊追邊呼叫協助 雙方街頭追逐一百多公尺 這是一名騎士正巧經過 看到一面而來的男子 後方還有遠景在追捕 建議勇為立刻停下機車 神來一腳 從機車上默默伸出右腳來 企圖阻止男子 雖然沒有絆倒他 不過卻也打亂了他的步伐 後方支援警力 騎車趕了過來 及時將男子壓制上鋼 站住 前來 你從這裡就走 對 對 男子氣喘虛虛 束手就擒 原來77年次的流行男子 因為酒駕案遭通緝 日前開車和友人 行進北屯區天津路時 因為副駕駛坐的朋友 未記安全帶 加上有喝酒 正巧碰上巡邏遠景 車廂內散發出濃濃酒味 遠景攔車要酒測 擔心通緝犯的身份曝光 才會心虛落跑 一名機車騎士見警方追捕犯人 立即伸出右腳 打亂犯險跑步的節奏 雖然這次男子真的沒有喝酒 酒味全都是因為副駕駛座 有人散發出來的 不過他先前酒駕遭法院判刑 得一顆罰金尚未履行 因此警方偵訊後 還是依法將他移送地檢署偵辦 介紹的新聞從深眩台中報導